歌声大受全球各地好评的台湾之光小胖淋浴群带着英文专辑 It's my time 梦想启航以及华语专辑 未来的第一站来马宣传在11月19号举行了记者会 首位能带着两张专辑到海外宣传的新人 小胖淋浴群明显受到了公司的重视 小胖已象征式的娃娃头蝴蝶结领带造型亮相 对于有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一个已经象征着他小胖淋浴群的造型 他表示说最重要的就是健康 目前他只想努力保持自己的歌唱实力 娃娃头和蝴蝶结还是会一直跟着他出现 就因为现在就是大家认识我小胖就是这个样子嘛 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要就是 记住我对唱歌热情还有我的生意 所以说当然会希望就是还是要健康 但是基本上就是就暂时还不会改变我的发型 我的包袋都还是会随时跟着我这样子 成为歌手的美梦终于成真 小胖一路走来不易 但他还是积极乐观地表示 说有过去的困难才会造就他今天的实力 对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那就大家知道我可能之前有受过一些挫折 我觉得这些挫折就是我觉得让 就我不会觉得说之前为什么会就是都没有办法出来 我觉得那些就是这些阻碍都会成为我现在的养分 让我就是凝聚了足够多能量 然后才能够让我现在有机会就是一下子就可以跟大家见面 我觉得就是在累积自己的就是一些实力吧 小胖特别强调要感谢苏森Boy 是他的歌声影片带给了小胖勇气 希望有一天能够看见苏森Boy 亲口跟他说一声 谢谢你让我站上了舞台 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苏森Boy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在低潮的时候看到他的影片 他非常非常非常的激励我 那我就是如果有机会可以见到他的话 我一定会很想跟他说就是 谢谢你就是站上了舞台唱了歌 然后给我很多勇气 然后也让我更有勇气站上就是属于我的舞台 然后就现在才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听着翻唱Winnie Houston的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而爆红的小胖说 Winnie Houston是他自己小时候十分迷恋的偶像 而从来没有想过小时候的偶像 会成为改变他一生的关键 在华语专辑《未来的第一战》里 小胖再翻唱了一首来自张惠妹的《海阔天空》 小胖说这首歌对他来说非常的有意义 希望能够借着这首歌向阿妹致敬 大家知道阿妹我们就是一开始看到他 也是从去选秀比赛舞升奖出来 而且他并不是第一次去挑战 我记得他好像在四度五关的时候 然后因为一首海上花 就是好像就是也是 就是没有办法五度五关 然后他也是挑战了第二次 然后五度五关过关 然后才获得发片的机会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到现在 虽然他贵为天后他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 然后他还是一直不断不断的求新求变 然后每次都有不同的东西出来 包括像之前的阿密特 对我就觉得他又来给大家一个就是超级大surprise 所以说而且他的歌曲其实真的就是在我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 也是陪伴着我走过非常非常多的路 像我中文专辑里面有收过一首就是他的歌叫做海阔天空 虽然在当初不是主打歌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陪伴我走过蛮多就是低潮的时候 所以我很想就是把这首歌就是重新唱一个我自己的版本 然后也向阿妹致敬 然后也希望向大家推荐这首歌 被拿来与同门师兄王力宏做比较 小胖谦虚地表示自己还只是个新人 并称赞王力宏是一个很好的歌手 会以他作为学习榜样